在有一个农村呢 它有一种十分奇怪的风俗 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啊 他们这种风俗很好玩的 他们呢 家里人呢 就会为他衣服穿上最华丽的衣服 然后呢 口袋里给他藏很多的钱 给他头上戴着帽子 脖子上挂上金项链 两个人 两个人呢 站在尸体的两边 一个人呢 代表着主人 还有一个人呢 就代表着死人 然后呢 两个人就是开始对话了 很好玩的 他们怎么对话呢 他们说 两个人对话 你生下来 有没有带钱到这个世界啊 那个死人就回答 没有 他们马上就把尸体 穿的衣服当中 口袋里的钱 全部拿出来 他们这样 很好玩的 然后又问 你来到这个世界 有带来金首饰吗 这个死人又是哭 没有 接下来 他就把他尸体上的金首饰 全部拿出来 接下来又问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有穿衣服吗 没有 于是把这个死人的帽子啊 衣服啊 全部脱下来 穿到棺材里 实际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一辈子 我们的一辈子不能将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带着走的 当我们离开人间的时候 我们带走的只是心中的一种忧伤啊 所以我们不能把忧伤带走 我们要带走我们的善良的心 我们要带走我们的慈悲 带走我们的感恩的心 我们要带走我们的感恩